託夢在科學上面是沒有辦法解釋的 但只能說是你可能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歡迎律師張廷珍的加入 還有另外文史工作者翁燦耀 大家好 託夢在科學上面真的是沒有辦法解釋 有一位先生他過世之後 一直託夢給他的老婆 希望他能幫他去還錢 這託夢的事情是個真實的案例 你剛剛說的老婆就是他 這個鄭小姐鄭惠玲 他先生叫蘇逸泉 大概差不多30年前的時候 他先生是巴黎分住所的一個警員 然後他先生那個時候才很年輕才31歲而已 然後他想說我乾脆就在這邊買個房子好了 他想在新莊附近新莊買個房子 可是他投期款不夠 還差大概35萬 結果他就跟了一個女的借 那個女的他綽號叫阿蘭 然後阿蘭他也是有老公的人 老公叫他 叫做聯保男 阿蘭他並不是跟著警察怎麼樣 他就是他覺得我熱心住人 年輕有為你想買房子 我就借你嘛 我就借你35萬 好啦 借了 借了之後陸陸續續呢 這個他老公蘇逸泉也都有還 可是喔 還到一半的時候有一天 他老公出車禍死了 很不幸死了 死了之後呢 就留下遺孫 還有兩個小孩 他那時候光是處理後事就一個頭兩個大 而且那時候經濟也會變成會陷入困境嘛 對 所以阿蘭就他老婆也就沒有跟他要 好啦 這事情就 久了就忘了 結果啊 他啊 五年前夢到他丈夫來 託夢給他 入夢來喔 託夢說 嗯 嗯嗯嗯 這樣子 欲言又止這樣 他就搞不懂啊 你到底 老公你到底要幹嘛 對不對 後來呢 直到 今年 去年到今年這段期間 他就找林媒來 他就一直覺得不妥吧 有事還是要解決 結果呢 林媒就說 啊 經我解讀之後啊 你先生的意思就是說 債要解決啦 你是不是有欠人家債啊 這輩子的債 這輩子一定要還 不能拖到下輩子喔 他說啊 我想起來了 我老公三十多年前呢 跟一個叫阿蘭的借過三十五萬 後來還有一些錢沒還 親 老公呢 姓蓮 老公姓蓮 然後住巴黎 就只有這樣的線索 你要去拿找啊 是不是 可是呢 他氣而不捨 他就透過了什麼寫信給區長 給里長啊 怎麼樣 然後信輾轉弄到爐州分魚 爐州分魚 就來了一個菜鳥警察 就他 偏偏是菜鳥警察 別人查都查不到 他查到了 他查到了 對 他查到 阿蘭的老公 就是我講這位聯保男 然後呢 所有的這個警察 看到這個 就當地比較資深的警察 看到或是比較資深的騎老 看到他說 連仙 原來阿蘭的老公就是你 他在當地荷荷有名 是柚子大王 水果柚子 好啦 那終於找到了嘛 阿蘭呢 你太太呢 嫂子呢 十年前就死了 怎麼辦 這筆錢就沒辦法還啊 不行 他還是要還 他說Man啊 這個當初是我老婆借沒錯啦 但是不用還了啦 你不是還有 他有個女兒 他說你不是還有一個女兒 還沒出嫁嗎 不然等你女兒嫁了之後 再說啦 再說啦 他說好 那等我女兒嫁了之後 我錢都安頓好 我再還你 他說不用啦 到時候我也會把他 當成禮金包給他 一個老公 死去老公的託夢 竟然可以讓他成功把錢還給人家 雖然後來他不要 但是可以找到當初的恩公 是不是也非常的 令人感到欣慰呢 對不對 託夢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託夢在科學上面沒有辦法解釋 只能說是你可能是日有所思 而夜有所夢 但是託夢而讓這個案子 有一些案情能夠破案的話 更讓人覺得匪夷所思啦 對 就當年有個國大代人 國大代表的哥哥 他叫楊思勤 他哥哥叫楊思東 多久以前82年3月 他突然失蹤了 大家要知道 就是說當時一個國大代表的哥哥 失蹤 那很大的案子 對不對 因為警方就全部動起來 找說為什麼 一個國大代表的哥哥會不見 他當年楊思東52歲 但是他一個人獨居 沒有跟老婆住在一起 OK 好 那警方就全面查 查他說到底這個楊思東的下落到什麼地方去了 可都找不到 問遍親朋好友也找不到 那可是他失蹤之前 曾經打個一通電話回家說 他準備要去銀行領一筆錢 沒有說多少 因為有一個朋友要做古董生意 好 這個電話就很重要對不對 就變成很重要的線索 警方就去查 可是因為不知道他這個朋友 到底是哪一個對象 就一直查不到 好 查查查 後來有人在蝙蝠洞 發現了什麼 發現了一些屍塊 基隆的蝙蝠洞 很有名的封頸區 分屍案 對 就趕快跟警方報案對不對 警方把這些證物扣回來之後 很想說 是不是這個就是楊思東的遺體呢 但是後來怎麼講 還沒比對出來的時候 就發現不對 81年的時候 警方就已經扣下一批 也是在蝙蝠洞附近的奇怪的屍塊 法醫兩個一比 不是 為什麼 這兩個屍塊放在一起比對 是同一個人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人在81年 就說這個屍塊是屬於前面的屍者 前面一個案子 對 就另外一個案子 不是楊思東 那怎麼辦 這案子又變成懸案了 所以警方非常氣餒 正在氣餒的時候 這不是三月發生了嗎對不對 對 才過一個禮拜 他老婆也是 跟著警方到處收 到處跑 都沒有結果 後來有一天終於累的回家了 心裡也很焦脆 就是說回家 在睡夢之中 他其實你很累的時候 不是睡得很沉嗎 這次睡得很沉 這次他老公楊思東 來託夢了 他說 我被人家丟在一個 很容易找得到的路邊 老婆你怎麼找不到我呢 我被人家好像一隻肉粽 被人家丟在路邊 你快點找不到我 綁成像粽子一樣 就丟在路邊你知道嗎 這這麼好找 怎麼會找不到 真是奇怪 第二天起來 趕快跟警方說 我夢到這個狀況 連他那個什麼整個綁法 什麼用棉被綁都講了 結果警方說你要告訴我一個地方 是什麼路邊 這樣大海怎麼撈針 正在警方跟家屬都糊一的時候 果然民眾打電話來了 就在基金公路上 發現了一個不明物體 有人路過一個偏僻的路段 基金公路上 就像他老婆說講的那個樣子 用棉被包成像粽子一樣的遺體 警方趕快趕到現場打開 果然就是楊思東的遺體 原來楊思東這個遺體被查獲之後 警方後來從朋友的交往關係 慢慢去查 終於抓到了這個嫌妇 齊夢思中年慶買萬送簽 再想活益基金五千元 楊思東結果楊思東當天領了 三百萬現金 那個男子乾脆一不做二不休 我也不要再騙你了 我還跟你談什麼做古董生意 騙你的錢 我直接殺人滅口 把三百萬給潛逃了 這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 真實的親人託夢的破案的故事 聽到華乾仔細的敘述 我們可以注意到楊思東他託夢給他的老婆 使得他能夠被找到 之後兇險也被捕了 整個案子算是破了 但是在瑞芳的蝙蝠洞內建分屍案 那是否又要變成了一個懸案呢 燦耀 對 真的 那個是八十八年的時候 有一個叫阿蘭的女子 跑進去基隆市的第四分級裡面 他說多年來 有一個人一直來跟我討夢 姐啊 我肯定這樣 你快把我生完 他說這個人我知道 他的外號叫文彥 本名叫李俊雄 他是被我的同居人害死的 然後警方馬上查這個 所有的無名失策 一直找找找 終於找到一個 只剩下一個頭顱 然後就在哪裡 瑞芳的第七公目找到了 然後找到了 就把這個頭顱拿出來 跟這個死者的媽媽 還有妹妹DNA下去 一看99%穩了 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是七年前的案子 原來這個 他的同居人叫張瀟漢 開個羊肉乳店 因為這個被害者李俊雄 就在隔壁開水電堂 因為一天到晚來修這個冰櫃 修這個空調 有時候修這個抽油煙機 然後跟他們貨得很熟 有一個晚上 這個李俊雄進來 又喝了兩杯 比較熱 就是在那裡 一直糾纏不清 但是張瀟漢想要睡覺 因為忙了一天 這個羊肉乳的生意很好 忙了一天想要休息 但是這個李俊雄 一直要跟他鬧 糾纏不清 然後張瀟漢忍無可忍 只好把門後面的一根鐵棒 直接就把網頭路一扎下去 李俊雄馬上倒地 然後他說 既然就死了 使得乾脆把那個 剁羊排的那個大的刀子 直接往他身上 一直把他剁 剁得脆脆的 一塊一塊的這樣直撿 然後這個阿蘭的女士有看到 然後這個張瀟漢說 你看到了 沒關係 來 你的棉袄拿過來 然後把他的屍塊 一起丟在那個 黑色的熱色袋裡面 然後他的一個打雜的 叫阿福的這個員工 也看到了 驚駭莫名 但是也不敢講 然後這個張瀟漢就說 走路吧 你已經看到了 你走路吧 你出去如果講的話 你的下場跟他一樣 阿福嚇得要死 就這樣離職了 然後這個案子 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到後來 只剩了一個頭顱而已 那其他的四肢 屈體 臀部 都往哪裡去了 原來是這個張瀟漢 把他剁成小塊 混在羊肉裡面給客人吃了 所以每個客人 香噴噴的羊肉 原來竟然是大體 因為中藥會把他壓住了 也沒人發覺說 這個不是羊肉 大家還吃得津津有味 然後這個阿蘭 因為多年來身心煎熬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不年來一直來討夢 姊子 你快把他生完了 我刮成這樣 已經受不了 他已經快崩潰了 才跑進第四分級跟他講 然後這個警察 馬上就抓抓抓抓 抓到什麼 抓到這個張瀟漢 他已經不開羊肉爐了 他在開計程車 然後抓到他的時候 他好鎮靜 一點都不像個殺人犯 然後眼路還凶光 我一看就知道 這個人是殺人不眨眼的 這種凶悍 這個張瀟漢就這樣子 很坦誠講說 對 沒錯 就是我做的案子 然後就把他 一直一審十三年 然後二審三審 後來無期徒刑 然後這個案子 就是因為託夢 沒有這個阿蘭去刑事 這個第四分局講的話 這個案子永遠都不會破 託夢看起來科學上面的解釋 但是只能說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而造成一個託夢的狀況 但我就想到了 律師 你協助辦案多年 你有沒有碰過這樣的經驗呢 對對對 當然也有人只是說 所思所夢 事實上如果以科學來分析 確實 因為根據人真的有三魂 有七魄 人死呢 魄就散了 但人因為根據這個理論 就是三位一體的理論 真的有一個 人活著 活在地球上是一個人 但是人死後呢 會變成有三條魂出來 變成一個叫生魂 一個叫絕魂 一個叫靈魂 那靈魂就是 以他在世的功過呢 決定他上天堂或下地獄 那還有兩條魂呢 一個在排位 公媽康的排位叫絕魂 那一條呢 就是跟著骨頭在墳地的生魂 所以呢 如果是個命案 就要看絕魂這條是最聰明的 他能夠指點 指點或在先佛幫助下去 尋求破案 那我個人的經驗 真正發生在民國 比如說 九十二年的時候 我剛好到彰化去 然後有一次朋友相約去爬山 結果呢 就是去到這個田中 恰水驚公園門口的時候 大概下午三點多 天還很熱 夏天的時候 我突然到了公園門口 全身的雞皮疙瘩 大家都豎起來 包括頭髮也立起來 我說奇怪 這個以我以前在 線命隊辦案的經驗 這應該就是個冤魂 可是為什麼這裡會發生這種情況呢 不得其解 結果後來根據追蹤 過兩個禮拜碰到那個刑事組的組長 曹惠生 那他就告訴我說 真的這裡有一個命案 但是那個屍體放在冰櫃 沒有辦法破案 因為你有身分就沒有辦法破案 結果呢 我就去了解 那是九十二年 離命案已經一年多了 我一直拖到了 九十四年農曆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靈界 就在那個山頭修煉的一個靈界的朋友 叫做北極羅王森 那他呢 突然來給我一個 我的師姐叫嫦娥 他來給她託夢 他跟她講說 如果這個你們要辦這個命案呢 就必須要求當地的城隍爺來幫忙 那我想 因為那個卓博元那時候是卓縣長 那時候立委的時候 他是我的學弟嘛 我知道田中我常去 那裡根本沒有這個城隍廟啊 那畫面中就是剛剛這個律師 那是當時一個靈異節目 我跟製作單位建議說 要去了解這個案子 也可以研究靈學的部分 看能不能適的幫他破案 他很可憐 他在這個冰櫃裡面冰了 當時已經去做節目的時候 已經冰了四年 那是這個節目在那裡 當場在跟他的這個所謂的 絕魂跟生魂做溝通 那我要講回來就是說 那個北極羅王森來託夢說 一定要請城隍爺 他有這個指令才能去破這個案子 那我就在95年的時候 4月4號那天 去找到了內灣派出所 問到說真的有個城隍廟 在這個 離這個現場大概一公里的地方 那個叫做 三腳路悟修堂 狹海城隍廟 一百多年的歷史 去的時候城隍爺不在 可是那個八爺 范將軍 范吳舊將軍 他來聘筊 他很清楚地跟嫦娥師姐通靈說 兇手是他丈夫 他通靈完我們再用聖杯問 連續兩個聖杯 確認是兇手丈夫 而且他說有共犯 而且案發地點 是在這個女孩子死者的婆家 可是在案過程裡面就是說 他講的這些情況 我就一直去調查去瞭解 甚至到了這個彰化市立冰衣館 到第12號冰櫃前去擲筊去求證 問起來答案是跟城隍廟的八爺 他也講的答案是一致的 可是他講 警方當時誤導的方向 因為這個女子龍武是大的 240公克的 所以他們以為她是外籍新娘 或大陸配偶 所以方向是錯誤的 而且因為這個女孩子被燒過 所以她就變成說身體萎縮了 所以跟邪尋人口是不一致的 身高不一致的 而且忽略的重要 她手上的戒指也忽略了 還有耳環 那結果這個案子沉冤了整整七年 才破案 破案的契機在哪裡 就是說除了這個仙佛幫忙 還有這北極羅王生的託夢之外 就是我碰到了彰化地間署的檢察長 施良波檢察長 那我就跟他說 檢察長 根據我從靈學上去研究的情況 希望你發慈悲心 把這個已經冰在冰櫃七年的案子 能夠重新調卷重啟偵查 結果他同意之後 重新調卷之後 一年半之後 一個半月之後在母親節 就在98年5月10號 母親節的前夕宣告破案 過程裡面這個女孩子非常可憐 她要沉經理 那她怎麼樣呢 她的過程裡面被木棍打過 又被火燒過 又被搶檢燒過 所以她是一個很可憐的死法 可是她因為在冰櫃等六年 七年 為什麼 因為她的小孩子還小 當時寶貝說因為孩子很小 她不希望破案讓孩子沒有一個依歸 而且蒙不休之名 所以她委屈了七年才破案 所以她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母親 所以先佛就安排在母親節前夕破案 讓天下人知道母親的偉大 所以她是一個很可憐的案子 託夢破了案 張律師親身經歷過 但是有些案情呢 在膠著的狀態之下的時候 有時候託夢甚至呢 這個案情之間呢 連兇嫌的姓名都講得清清楚楚 寒冰 是 在2003年的時候 新店有一個刑事組的小隊長 叫賴一方的賴小隊長 那她平常就是潛心禮佛 所以她經常去新店的慈玄寺 像那個 住持那個興玄法師 討教一些那個佛經的義理這些東西 那 就有一天她剛好去彰化 先幫她一個往生的四伯念經 然後已經回來的時候 又到市裡頭去 想要去看一看興玄法師 結果去看那興玄法師的時候 突然那個法師就悄悄跟她講說 妳後面有兩個冤魂跟著 好像有什麼冤情的樣子 想要妳幫她幫忙 那她就覺得很怪 因為她也沒看 她也看不到這些東西 也不知道怎麼樣 然後那個興玄法師 看她大概 有點搞不清楚狀況 就跟她講說 沒關係 妳到那個我們第十殿 那個地藏王菩薩殿去看一看 結果她就聽話 就進去看一看 結果看了 也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也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還在那個廂房裡就休息一下 然後就回家 然後一回家 當天晚上她就做夢 就先夢到一陣白煙出來 然後突然出現一個人 這樣臉色這樣慘白的 然後那個人表情就很痛苦 然後就跟她講說 我叫蔡燕良 我在桃園大溪被人家殺害粉絲 到現在都案子一直沒有破 我有冤情 妳一定要幫我主持公道 然後跟那個廖隊講說 雖然我知道我自己做錯一些事情 可是他們的手段太狠毒 妳一定要幫我主持公道 妳一定要 妳一定要幫我討回公道 然後結果那賴小隊長就跟她講說 那我要怎麼幫妳呢 然後結果她說 妳去找一個叫為志君的人 就為小寶那個為 名字都出來 對 她自己的名字 連那個嫌疑人的名字都出來 然後那個賴小隊長一睡醒 她根本沒聽過這個案子 你知道她想說 這到底是真的還假 還是 還是我早上被法師嚇到 還怎麼樣她也不知道 但是想說既然已經夢得這麼 這麼確實 她就想辦法去查一查資料 欸 果然兩年前2001年的時候 桃園大溪真的有這麼一個案子 而且懸案到至今未破 真的是殺人粉絲案 然後她再一去深入調查 欸死者真的叫蔡燕良 不假 她居然還真的有一個朋友 叫為志君 這就怪了 你知道嗎 然後她就 既然這麼符合弱節 她就把這為志君叫來問 就說 就第一句問她 妳是不是殺了蔡燕良 為志君當場嚇呆了 這種事情怎麼會有人知道 她嚇到那個心房完全崩潰 你知道嗎 然後結果她就一無一失坦誠 除了她自己之外 還有六個人也涉案 然後 當初就是 他們就是因為 他們總共連蔡燕良總共八個人 他們一起合謀要販賣毒品 然後蔡燕良吞了他們的毒品 吞了毒品之後 這些人氣不過 就去把她 壓到那個中俄市的一間餐廳 先把她打死 打死之後又到桃園大溪再氣死 然後還把她燒掉 然後 他們問題是很奇怪的是 他們一一去追查的時候 發覺其中這六個人之中 其中有一個姓張的 他是四海幫的一個堂主 他居然就是那幾年 就這兩年 短短兩年的時間 他就一直受到良心譴責 然後很愧疚這樣子 就每天這樣坐立難安 到最後居然已經上吊輕聲 然後其他幾個 剩下那五個人陸續到案 每一個人就是 他說我終於被抓了 他們這兩年來 真是每天都生活很痛苦 然後沒事就夢到蔡燕良 來跟他們索命 所以他被抓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鬆一口氣 我以後再也不要去承擔這個東西 我寧願被抓 把這個事情解除掉 所以就表示 這個蔡燕良的冤魂 可能一直就在糾纏這幾個 其他殺害他這些兇手 然後到最後才去找這個 賴小隊長幫他去破這個案子 托夢真的是一件很玄的事情 科學上面的解釋 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所以你才會有 夢境的現象出現 但張律師 你在你的這些 處理的這些案情當中 好像您的當事人 也曾經有碰過托夢的經驗 是 是 剛剛最近一個 當事人就提到一個案子 發生在九年前的一個命案 那為什麼要提到這個命案 就是說最近就是 有個土地公廟 準備要重新改建 結果沒想到說 這個土地公廟的後面 在九年前發生過一個命案 這個五個青少年 集體在這個土地公廟 後面的這個房子裡面 集體親生 服農藥親生的案件 然後這個已經事隔九年了 為什麼會被炒起來呢 就是因為有一個老師 最近就是施奪獎的時候 他得到宜蘭縣的 還包括教育部的 全國的 那這個老師就 為什麼會講這個呢 就是因為在最近發生 今年農曆七月的時候 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在土地公廟的旁邊 在土地公廟的旁邊 這裡有一個 這個國小龍潭國小 跑輪分校的這個 前家長會長 他最近七月的時候 兩隻手 痠得不得了 又治不好 然後他又夢到 甚至恍惚在眼角之餘 看到幾個小孩子 在旁邊 那他就覺得很奇怪很納悶 然後他就去寶貝跟土地公問 因為九年前呢 這裡發生了一個 集體親生的案件 有當時呢 有一個高中 無姓的中措高中生 帶了他的那個 懷孕的淘家的女朋友 還有另外三個小孩 在這裡集體親生 結果呢 有小孩子 有五個小孩裡面 有一個跑掉 一個喝了一口又跑掉 被打 所以表示那個 親生部分不是大家同意的 但是呢 中間最可憐 就是這個屋主的女兒 叫曾沛華的 他是國二的學生 結果他死在這裡面之後呢 他呢 媽媽住進去之後呢 就怎麼講 他就破產了 就跑路了 就留他一個人住在這家裡面 又在土地公廟的後面 所以呢 他死後呢 他的骨頭呢 是被放在 放在這個 原山服務員兵儀館的那個 五祖的那個 儲藏室裡面 跟其他五祖骨灰都放在一起 甚至快要消滅了 滅屍了 所以他很可憐 所以我剛剛講的 因為他骨頭的身紋很痛苦 沒有個歸宿 而且沒有牌位 所以呢 他就透過他絕魂 向土地公申冤 那土地公就透過 隔壁的他的這個委員 這個家長會長 托夢 然後告訴陳老師說 他很痛苦 希望能找到媽媽 能夠來幫 為什麼 如果沒有三星人內的家屬呢 能夠這個處理的話 沒有簽同意書 他是不能放到 那股塔的位置去的 所以呢 這個報紙登了之後呢 在土地公聖誕那一天 他媽媽終於 在九年之後呢出現了 而且簽了同意書 願意讓大家 曬星人士幫他找到一個塔位 然後吧